人家少录个出 人家把出的给加上 你说你这关联 你这关联不全完蛋了 所以说你只能存这种ID啊 你存字符 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 虽然你说我字符也保持为一啊 或者什么 但是存字符始终不是一个办法 因为字符这种东西改变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你存他另外一个表里边 他这个北京夫杀这条数据的ID 我只要通过ID映射到他了 那这个账本的随便改 我管你是不是默认账本名字随便怎么改 照样都能映射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时候像这种东西关联啊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实体类里边 关联到另外一个实体类的时候 它是另一个数据的时候 你就不要用什么字符印往里边写了 你用这种 在表里边有这个主外件关联关系这种概念 用这种ID给它关联一下 知道吧 所以说我这里边 你看大量的用了这种ID 比如说这个也是关联的ID 但是你又看到这边又有账本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我这个账本名称啊 我是给士图用的 我虽然现在关联的是ID 对不对 但是真正在这上面显示的时候 我不能给他显示个ID吧 让客户去根据ID去猜到底是哪些账本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把这个账本名称 类别名称 这也这些也留到里边了 这些东西是要到时候显示给客户看的 包括路径 你搜索账目的时候 做统计或者做什么时候 你要搜索这个账目的类别 我这个路径要有吧 如果不用路径的话 你是不是先前如果有这个类别ID 你就要做便利查询了 对不对 但我存的时候我可以不存这个路径 知道吧 我这个路径存的时候 根本就这个东西就不完格差值 只有在取的时候才用 就是查询的时候查的是仕途 包括这个付款方式 这个呢 现在还用不着 我这里边已经给去掉了 这个咱们可以不管它 其实我以前多考虑像这个消费地点 你知道吧 只不过后来我没用 咱们可以不考虑它 另外就是一个金额 我这里边用了一个 大小数点这种形式 它的这种 支持的精度长度这种 应该是更高 然后再有就是消费日期啊 计算方式 比如说消费人 对吧 也是ID 要不然他那天张三 他给他给改成个张小三 完了你这关联又 你不是ID 你这名字又错乱了 是吧 所以说这里边就是用ID的原因 用ID之后呢 你查的时候都查这些ID 对吧 生成参数 但是你在查的时候 就只能用视图了 因为你不可能在取数据的时候 不可能 如果你只存的是ID的话 你不可能 某一个ID 你再去专门查一下 它的这个对应的名字吧 你这里边关联ID有多少 一个 两个三个 这还算少了 如果在 比如说发付款方式 你不可能每一个 为了显示 他这个真实的值 你都数据库里边 再查一下 你这要 你每查条数据 都要再做四次查询 对不对 这四个ID关联着了 这就很麻烦 所以说这时候视图就比较有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图 我这次呢 顺便也直接给粘过来 讲到视图这块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视图呢 嗯 这样 我把这个脚本粘出来 咱们分析 很长是吧 是不是看得有点 有点头晕 其实一解释 我把它换一下行 一解释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 嗯 应该你先前在你的那个里边 都用过视图吧 还没用过吗 嗯 这个 视图还是 很重要的 因为你一旦做这种 稍微复杂一点 程序 像我刚才那种 一个账目里边 又关联了类别ID 又关联了什么账本ID 什么人员ID 你就必须要用到视图 你不用视图 就像我刚才你说的一样 做一次查询 你还要根据每个ID 去查一遍 这个ID对应了账本的 name名字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跟你稍微解释一下 你就知道 前半部分 你这个应该肯定能看懂吧 我们先忽略到 这个你先不看啊 这个星 我们比如说 星知道代表是所有的列 对不对 平常咱们写一个 写一个查询语句 就是slash的星 from什么什么 对不对 代表就是里边指定列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咱们这里边有用到星吧 是吧 有用到什么什么 一个某一个具体列的名字吧 这里边你也看到了吧 对吧 好 我们往后边解释 这个 from payout 这是主表 from后面跟的第一个表 这叫主表 知道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能看出来吗 空格 A 这个叫表的别名 我给这个表起个别名 我不起别名的话 如果表很长 我里边你看到引用的字段没有 我是不是每个都要把表名打全呢 是不是搞得就更长了 更不好看 所以说我这个起个别名叫V 这就是A点星 就是这个A表的所有的列要查运出来吧 对吧 这个呢 left join 是左连右连 就是说以左边为主表 连接右边的表 知道吧 就是在做表关联了 知道吧 左连右连 以左边为主表 它的数据为基准 你知道吧 连右边的这个类别表 对不对 类别表又起了一个别名 叫B吧 对吧 然后这个 ON这个后面这一段叫什么呢 你不是连接 你通过这个消费这个表 连接了类别的表 对吧 他们两个通过什么关联呢 你消费表里边 是不是存的有个类别ID 这样的话 你存的类别ID 就和这个 类别表里边的 这个类别ID 两个一关联 是不是数据就对应不来了 这就是关联 对吧 然后继续 还可以连多个表 你知道吗 咱们又连哪个表 咱们除了存类别ID 又存的有 帐本ID吧 继续呢 又以左边表为基准 左连 又连了这个 accountabook吧 对吧 帐本表吧 帐本表是不是又起了一个别名 后拍 他们这两个表通过什么连接 是通过这个accountabook吧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说 咱们如果再稍微扩展一下 再跟你说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里边存的有一个U字ID 对吧 消费人ID 我现在消费人ID 我想和消费人这个表关联了 我这个要怎么写 你现在自己能说出来吗 该怎么写了 根据咱们前面的这个语法 继续怎么写 left 是不是 left join 是吧 左连 然后呢 呃 咱们先填 咱们先填咱的这个主表 A 点 什么 U的ID吧 对吧 空格等于 呃 这边咱们少写了 你要连哪个表 对不对 U的这个表吧 O 是吧 啊 呃 这个表咱们也起个别名 现在到哪了 A B C 是吧 咱们起个D这个别名 对吧 那就是连D点U的ID吧 对吧 就是这么连接的 这样的话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呃 一会儿 这样 我直接把这个数据库取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 很容易就理解了 这样的话更直观一点 因为咱们呃 只是在照空讲 很容易就是搞云 然后啊 我们来先把这个 给它取出来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 虽然在安卓里边用这个数据库用了少一点 你知道吧 很复杂的数据存储操作什么都放到网络的后台 但是这一块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来 你一些简单的数据或者是单机版的这种程序 用数据库存储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还是有必要 然后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塞课语句这一块呃 不是很熟悉的话 你可以专门去网上找找点资料 查一下 嗯 就这个塞课语句方面的这个知识 知道吧 也随便写的名字嘛 我们来看一下 哦 没有附加上吗 重新附加一下啊 哦 有可能是 我这边是放在中文路径里边了 这样我把它扔到我的C盘算了 用到C盘 我们重新附加一点 看看是要附加上 这个 哦 有可能 因为我这边是中文的这个路径 好 我们打开数据库 打开了是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正常的这个 PALT表里边 插入的这个数据 我们点插入数据 正常的 你看插入一条数据 是不是这样 对吧 看见没 类别是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 帐本ID是什么 对吧 像这些ID 你如果 你如果 不用视图的话 你平常取出来这个视图 你想显示他帐本ID 你是不是又要根据这个R 去帐本ID里边再查一点 那麻烦吧 但是用视图呢 我们来看一下视图有多数 查询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你的视图 看到没有 你在查视图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关联的数据直接出来了 类别 类别名称也出来了吧 对不对 路径咱们也 查出来了 对不对 你如果在关联的ID 很多的情况下 是不是这些都不用查了 查一个视图 就查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视图的作用 所以说 在这里边 我用了一个视图来省事 视图的语句呢 就是这么写的 就是 表示间怎么通过什么 主件外件这个ID 怎么给它关联到一起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你在用的时候 你起 你只要一关联 你这边起的有别名 你直接打了 它这个别名就可以了 不是打它的这个字段名称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把咱们这个视图这个呢 也给它改正常 这个我们实现了 说这个接口 位置可能不太对 因为我现在是改地方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正常的这个 我看我这个正常的这个是放到哪儿 这个接口 应该这里边没有 还是放到那里边 哦 它应该放到这里边 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 我们把名字给改一下 估计还是名字可能不太对 这个嘛 实际上实现了这个接口 哦 我们少做了一个那个什么 继承 对了 是继承才有的 我们估计是要稍微做一点 改造 我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把这个 里边的那个什么给复制过来 远离了 可能是 名字不对 我记得是 直接引这个里边 有时候指的不太正常 然后这个就假定 因为这个视图呢 我们直接就 让它生成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这个生成 不是用了反射生成吗 在这里边生成 我们把这个 所以就把这个 Circulate DAL 这个类里边啊 做了一下改造 把它的这个数据查询呢 都是 直接查视图啊 这样的话就 好办了 然后这个我们存一下 是吧 视图的语句放在这里边生成 查询呢 我们改造这个 Circulate 这个 像的 Payout 这个类 把所有的查询的 Payout的地方都改成视图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查询就 完整了 然后你看 这里边查询视图之后 这里边所有的这个 内部对不对 我就都给它 复制了 对不对 插照实际类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样的话 我们底层的这个 视图和Circulate 这个也好了 我们再把 呃 我们的这个 业务层也直接的 给考过来用了 就 业务层 应该是 这个 直接拿过来使用 沾到 这里边 转过来之后呢 我们来进去 看一下 什么要 错误 要改造的地方 这个要 引对 这个也要 引进来 实体类 这就是 登山 是吧 改 查 获取它的 这个数据的 数量 这个是获取 它这个 统计的信息 因为我们后边 要有一个统计 这个的话 就 在 舱子 要改一下 实际是在 方法里面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是什么呀 这根据 根据日期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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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根据一个日期条件 查询一个 一批这个 消费 对啊 所以说 这里边的一些方法 要列全 根据查询日期 查 根据 不光 就是根据 它这个 ID查 另外一个 你看 这个是不是 典型了根据 消费的账本查询数据啊 就是这个吧 哦 根据消费的账本查询数据嘛 对吧 咱们这里边 默认是根据 默认账本查的嘛 北京出站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类方法 都要封装好 封装进去 包括这个 获取统计 这个统计 这个方法呢 我们等讲到这个 统计的时候 再详细来看 因为你看 这里边还用到 Cellular自带的一些函数 我们等到用到的时候 再详细解释 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 然后其他的这些呢 应该就没有了啊 下边这个也是 汇总时候用的 统计时候用的 我们回头用到时候再解释 Business呢 就先做成这样 嗯 然后呢 业务层也有了 好 我们把那个 Activity这块 直接也弄进来 先动这个 全家编辑进来 先把一些错误的引用文件去的 你看 这个里边引用就多了 你一个 一个这个插入 前面所有的业务层 全都用到 这个我们就只能现在一点一点点过了 因为这个类写的 就很复杂了 这个拨号盘 这次我们也要用 拨号盘也给挪过来吧 拨号盘呢 其实这个组件封装很简单 嗯 在上面 嗯 在上面 就是这个 我们来打开 分析它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又多了一个 同样的组件 先把一些错误 引用的删 给大家看